1998年12月23日,清晨的6点,按照往常的作息时间表,静海医中的住宿生们应该起床,准备早自习了。然而当女生113宿舍打开门以后,一股浓烈的刺激性气味传了出来,有女生就好奇地向里面看了一眼,立马就吓得瘫坐在地上,哭喊着来人啊,死人了。 顶方接到学校报警后,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静海医中,女生宿舍楼已经被掀起赶到的静海警方封锁,这所重点中学一共有几十个班级,几千名学生,附近地区的学生选择在校住宿,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学习,吃住,难以相信,就这样一群优秀的学生即将步入大学的校门,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? 进入到宿舍内,马上就有一股浓烈的刺激味扑边来,干净我们凭借多年的经验,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味道是农药制剂所特有的,在环顾室内,心猛地被揪了一下,那惨不忍睹的场面,强烈地冲击着大家的视神经,七具年轻女孩的尸体,七扭八歪地横卧在室内,有的蜷缩成一团,面目表情扭曲,嘴角还残留着白沫状的呕吐物,死前大小便已经失尽,点燃他们在临死前, 还有过一段很痛苦的挣扎,一个女孩翻滚到床下,匍匐在地,双手保持挠地的姿态,地上赫然出现几缕抓脑锅的痕迹,一具尸体靠在床边角落,紧紧抓着被子,仰面瞪着双眼死去,仿佛在期盼着黎明早些到来,还有一具女孩的尸体,头发碰乱,紧抓着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,双手指甲身陷其中,临死也没有松开,从直觉来看,他们是死于急性的药物中毒, 从毒发到死亡,也就短短几分钟时间,最长也不超过二十分钟,这如剂量应该是极大,几乎是没有挣扎和呼救的时间,毒性发作以后,促使呼吸极其困难,仅仅象征性的翻滚几下,就即可死亡,但凡能坚持走出这个宿舍门,进行呼救,能被其他人所察觉,或许还能见到今日的朝阳生气, 技术人员对现场女尸呕吐分泌物,杯中的残留物,进行了提取,送往化验室分析,再仔细观察几具女尸,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特征, 瞳孔都是极具缩小,就有如针尖般大小,白色眼球异常的醒目,这个怪异的场景令人是不寒而栗, 是什么毒物的毒性能造成如此诡异的针尖般的瞳孔呢? 干警们在现场又提取了指纹,并且将每一样物证都带回去做检查, 这其中还有一个谜点,就是宿舍内一共摆放了八个床位,屋里面却只有七具女生的尸体, 那个幸存的女孩又是谁?为什么她就能侥幸逃过此劫? 到底他们使用了哪种毒物?又是谁下的毒?这疑问一个接着一个的到来。 同宿舍八个人中,唯一的幸存女生很快被找到,对其进行隔离审查, 到目前一直没有透露任何的实情, 看着这些深糟不测的孩子们,弱小无助的在这个无情的黑夜中慢慢走完了自己的一生, 实在是令人痛心。 这七个年轻的女孩,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宿舍, 没有一个人能发出呼救声引起别人的注意, 她们仅仅是十七八岁的高三学生, 再有半年就要迎来高考,实现自己的梦想, 却以这样痛苦的方式死在了宿舍里, 在场的人无不惋惜。 转天,调查结果就出来了, 七名女生是死于有机磷中毒, 在女生的肠胃内, 呕吐分泌物以及饮水杯子里都发现了剧毒浓药甲半磷的成分。 甲半磷,也就是俗称的3911, 属于一级剧毒浓药, 透明并且有轻微臭味的油状液体, 属于神经毒,其毒性大, 致死量约为两毫克, 服用者可在十分钟后发作致死。 甲半磷经消化到呼吸道及皮肤进入人体以后, 使得胆碱脂霉低于正常值, 引起呼吸中枢抑制和循环衰竭, 最后导致呼吸机瘫痪并且伴随肺水肿致死。 对七名女生尸检的时候, 闻到了类似大蒜的臭味, 有瞳孔极度缩小, 有呕吐湿尽的现象, 血胆碱脂霉偏低, 内脏检查发现有明显的肺水肿, 这些死时症状也对应出检测到的甲半磷成分。 自发在半夜, 可怜的女孩们因死亡迅速, 也来不及注射抗胆碱药阿托品, 一切都发生的那么突然, 毫无征兆, 死因有了, 那么如此剧毒农药是怎么被七名女生服用的呢? 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震惊的发现, 经过证实, 那名幸存的女生小于, 当天晚上就是在宿舍内过的夜, 可以说它是亲眼目睹了那恐怖夜晚所发生的一切。 学校食堂师傅们排除了作案的嫌疑, 当日饭菜里并没有发现有毒物质, 也没有其他的学生中毒迹象。 宿舍管理员说, 女生宿舍管理得非常严格, 没有外人进入, 那么一切的线索就指向了这个事发的宿舍楼的内部, 是外界有人投毒, 是因为学习压力同时自杀, 还是这八名女孩中的某一个人呢? 那么这栋楼的学生, 尤其是那个不吐露实情的唯一幸存者小于, 都列入到了怀疑的对象。 我们难以相信, 一个女孩能眼睁睁地看着朝夕相处的室友, 痛苦挣扎而毫无作为, 还能安心地通七具尸体共渡到天明, 一切秘密都隐藏在这个女生的大脑里。 人讯与调查同步深入进行, 对几名死者饮水杯子的检测, 里面都发现有农药残留的成分, 但有几个杯子同时沾染了同一个人的指纹, 就是那个幸存的女孩小于的。 也就是说, 这名女生在案发的当天晚上, 曾经触碰过其他几个女生的杯子, 差的疑点立刻就加大了, 几名死亡女孩呕吐物中还有苹果成分, 那似乎表明几个女孩在服用药物后, 因味道难闻而食用过水果, 而现场发现一把削苹果的小刀, 上面的指纹又是指向了小于, 这农药气味刺激, 如果说她是暗中投毒, 不大可能是几个女孩同时的喝下, 都没有察觉这个诡异的女生匪所思的举动, 是她在暗暗协助这些女孩走向不归路的吗? 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夜晚, 通过调查还了解到, 案发当天晚上西邓以后, 死亡宿舍对门住的两名女同学, 发现屋里边有很强烈的刺激性的气味, 于是就起床开窗通风, 并且找到了负责该宿舍楼的值班人员, 一起到楼道内巡视了一圈, 一个人觉得有几间宿舍的气味最大, 其中就包括那间死亡宿舍, 之后几个人回到值班室给校方打电话发现情况, 因为已经深夜, 校方领导无人接听, 几个人又去了警卫室找值班人员为果, 只好是回来再次的致电校方人员, 仍然无接听乃作罢, 这时已经是到了凌晨一点多了, 宿舍看管员就让两名女生先回去继续睡觉了, 就此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, 同时又有一个线索发映上来, 近海某门事部一个售货员表示, 在事发前有一名女学生买过0.5公斤一瓶的有机磷农药假扮林, 经过执任正是那名幸存的女孩, 带经过老师及同学的大量走访后, 了解了大量的事实, 决定对小于加大审讯力度, 最后她终于是招供了, 知情的缘由是这样的, 小于和七名女生均为同班的同学, 并且同住该校女生宿舍一个寝室, 她和其中一名同学小刘的关系比较好, 形同姐妹, 小刘和同班的一个男孩谈起了恋爱, 相处了一年多以后, 两个人因故分手, 小刘此时因为感情受挫, 就产生了悲观厌世自杀的念头, 就在案发当天, 小刘找到了小于, 并且委托她去买一瓶有机磷农药,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, 小刘拿着小于为她购买回来的农药, 在宿舍外的楼道, 向小于表明了自己因为感情受到挫折, 想喝农药自杀, 因为怕死了以后太寂寞, 没有人相陪, 想哄骗同宿舍的其他六个人和她一起喝农药, 一起走, 小刘还生怕其他人喝完药以后呼叫挣扎, 就嘱咐小于, 在他们喝下农药以后一定要照管好大家, 千万别引起别人注意, 咱们也不知道, 这个小于是出于什么动机, 竟然是一口答应了下来, 于是两个人回到宿舍内, 小刘谎称他是从家带来了防治结合病的药水, 让同宿舍的其他六个人一起饮用, 当时谁也没有起疑心, 认为小刘是对大家好, 特意拿来治病的药, 虽然有些怪味, 但是都先后喝了下去, 小刘也随即喝下了此农药, 服药以后没多一会儿, 几个人几乎是同时痛苦的挣扎起来, 小于受人之托就安慰大家保持镇定, 不要喊叫影响别人的休息, 又殷勤的给室友递水喝小苹果吃, 就这样服用了几十倍致死量的剧毒农药以后,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药性发作, 因呼吸衰竭难以有力气呼喊, 经过短暂的垂死挣扎, 便依次在痛苦中死去, 死在了他们信任的朝夕相处的同学之手, 小于则是出奇的镇定, 协助完小刘残忍的毒杀计划以后, 眼睁睁的看着同学们走向死亡, 无动于衷的陪伴着几具尸体, 度过了这漫长又恐怖的一夜, 清晨六点, 被人发现异常报警时, 小于还在宿舍附近若无其事的透风走动, 而那几个青春靓丽的女孩, 没能看到次日的朝阳, 带着对生命无限的渴望, 在寂静的黑夜里悄悄的离开的人是, 七个活泼可爱的女孩, 灿烂如花的容颜, 永远定格在那一青春时刻, 不会变老, 希望在那个世界没有欺骗, 没有恶毒, 没有痛苦, 而那个女孩将为她年少的无知与麻木, 付出一生的代价去追悔, 接受良心的审判, 这起案件被大家称为七仙女毒杀案, 侦破的难度并不高, 但是一群花季少女, 生命就这样定格在最美丽的年纪, 不得不让人心痛, 七仙女毒杀案审判的时候, 由于小于是未成年人, 逃过了死刑, 也没有公开审理, 小刘的父母, 小于的父母以及校方, 负责赔偿丧葬费以及死亡补偿费, 这其中的小刘, 只是因为感情受到挫折, 就拉着六名朝夕相处的同学, 陪着去死亡,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可怕, 而小于明明知道毒杀仪式, 非但不阻止, 反而去帮忙, 更是何等的麻木不仁, 所以在这里, 老欧要奉劝那些孩子们, 在该努力的年纪, 就一定要集中精力, 好好地学习, 如果过早地体验恋爱, 一旦失恋, 你们又没有成熟的心态去面对, 很容易就走向极端, 走向不归之路,